我经常跟年轻人讲 不要只看眼前的香港 眼前的国家 改革开放给了香港很大的机遇 很多当时的年轻人 也抓住改革开放 很艰难 很艰难 但也抓住了机遇 也贡献了国家 自然从整体这个历史 国家历史来讲 算什么时候 40年对吧 但是能从一片泥土 从渔村框地到现在的 你看我们在的腾讯大楼 旁边的各个高楼大厦 很完善 很现代的一个城市 还是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这条路走的是对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特意选择武汉这个城市 因为武汉有127所校 100多万的学生 这个是跟香港比 每把研究都方便 都是排在前面的 我们是做固原网的 武汉这边就是固原网的企业 其实也发展很多 所以我感觉就是在未来 我们处于越港澳大湾区的企业 跟武汉这边的企业 会有很多方面的合作 比如说在平台方面 是不是可以拓宽一些合作的一些渠道呢 比如说在人才方面 我们能不能做一些 更加深入的一些交流 在科研方面 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些 更加接力气的一些应用 我看到很多新的技术 不是应用了 但是在研究当中 然后也是很高的科技 譬如太阳的那个技术 也是可以解决 那个长期的那个资源的问题 我们香港熟悉金融的朋友 跟外国有联系的朋友 他可能中间也有桥梁的作用 你不一定去前面研究这个雷射 研究这个上天下海的东西 但是会辅助这个产业化的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做点工作呢 我们可以下点心思吧 香港青年从来都是时代的梦潮 我们一定要不断开阔虚拟 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知道我们到哪里去 更多地了解祖国的情怀和发展 更好地与内地青少年朋友们 精诚合作 携手打拼 新时代的美好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